《星期一公隊2.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2》 是2014年星期一公隊的這部電影的續集作品 跟上一集是同樣的編劇還有導演James Quinn 演員陣容也是由上一集的原班人馬再度出集 這部電影不太需要一個什麼劇情說明 它基本上就是第一集的一個故事的延伸 所以我會相當的建議你在進電影院之前 一定要先看過它第一集的電影 因為它是建立在第一集的故事之上的 而且時間線也就只是在第一集的後面幾個月 所以我們會看到那個素人還是在一個Baby Groot的狀態 如果你是看完第一集之後 很喜歡《星期一公隊》這些角色還有人物的話 想要看到更多他們的故事 那你會蠻喜歡這部電影的 而不同於美國隊長還有雷神所有的第二集 他把他的故事還有世界觀繼續去放大 對我來說《星期一公隊》第二集的故事 它像是《鋼鐵人》第二集 還有《復仇者聯盟》第二集一樣 繼續去挖掘這些人物 還有人物之間的關係 以及他們更多的故事 《星期一公隊》二是比前面 我說的這兩部電影做得更成功更徹底 上一集的故事主要是在講《星期一公隊》的組成 所以花了很多的劇情去鋪陳他們之間為什麼相遇 然後成為一個團隊的故事 第二集的故事則只有一個相對比較短的劇情 但是它卻讓你看到更多他們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 他們會成為一個團隊是因為他們有一些共通點 有一些內在的原因 而不只是因為上一集的因緣際會 或者是有一個共通的敵人而已 很多的角色在這一集都有精彩的發揮 不管是嘴賤的Rocket 或者是麥蒙的Baby Groot 比上一集精彩的是Bartista飾演的Jax 他在這一集有非常多精彩的喜劇台詞 而且都是那種會讓人噴飯的笑點 《星爵的養父擁堵》 在這一集則是有一個奧斯卡等級的演出 整部電影劇情上面最精彩的部分幾乎都在他身上 他是可以說是《星期一公隊》 這一集故事內在的一個主角 而相對的外在主角 則是由寇特羅素所飾演的火體星球Eagle 雖然說Eagle這個角色他非常的特別 而且非常的強大 但是相比之下Eagle這個新角色 就沒有擁堵的故事來得這麼的驚艷 Nebula這一集不再是一個只是跟主角們作對的一個反派人物 他看似正經但是又帶點悲情 我是有一點傻眼在他其中一段開著戰機的片段 不過在其他的部分 他跟女主角Gamola的感情戲 我是還蠻喜歡的 我必須說導演一定是錫維斯史特隆的粉絲 他的客串演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比他在超時空戰警的時候還要帥 不過雖然看起來《星際異工隊》跟《玩命關頭》系列一樣都是在講家庭 我覺得在《星際異工隊》這個故事裡面 他有一個更深的主題在 這一集提到的霹靂車李麥克爾 出現了吃東西的那個小精靈 還有一堆80年代的勁爆金曲 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場 緬懷青春期的盛宴 說是一個家庭 這個《星際異工隊》更像是一群互相認同的良善好漢 Rocket心中渴望被認同的那個心情 星爵在面對親生父親出現時的渴望 還有反抗 還有擁堵無法面對年輕的時候所做下的一些錯誤 這些劇情仿佛都跟青春期這個主題有關係 看到最後的片尾部分 你可以更明顯的看到有一個角色 他正在經歷青春期當中 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很喜歡他們五個人一起越獄的那個橋段 而在《星際異工隊》二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兩條故事線都是在越獄 有形的跟無形的 而且你可以說Rocket跟Namla 也是在逃離自己內心的那個監獄 這一集可惜的是沒有像上一集的那場逃獄戲 那麼的緊張刺激的片段 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場大場面的動作戲都非常非常的歡樂 再怎麼樣緊急的狀況 他們也是充滿了非常多的笑點 我覺得這樣子的歡樂感還有他幽默的基調 是這部電影想要達到的目的 算是蠻成功的 只不過就沒有了上一集 一群魯蛇鬥倒一個大鯨魚的一個驚喜 但是多了更多更多的情感在這些人物身上 這一集的感人程度都是上一集沒有的 而且甚至是不曾在其他的超級英雄電影裡面看過的 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續集電影 特效很精彩 人物很可愛 台詞很幽默 如果你是在80年代長大的話 那我就更推薦你去看 星際異攻隊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登登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很久沒有錄影片了 希望你們還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別忘了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喔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次見了 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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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